8月13號 中共銀行黨委書記 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說 今年上半年 中國銀行業新的不良貸款正在上升 預計相當規模貸款的風險會延後暴露 未來不良貸款上升壓力較大 大陸金融學者何君橋認為 郭樹清自爆金融風險 說明問題嚴重 大陸銀行的不良貸款的行程 除了無原則的給國有企業工學外 何君橋認為 還有貪官和企業勾結套取銀行貸款等原因 因為中國是黨管一切 地方政府和官員要錢 那就從銀行裡拿 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 那些城市投資公司 利用這些銀行的吸收公眾存款 然後放貸給自己的那個投資平台 它相當於左手倒右手 一旦債務問題 把這個風險進行了轉嫁 郭樹清預計 今年全年銀行業 將處置不良貸款3.4兆 比去年的2.3兆元加大了力度 因為很多貸款延期 估計明年的處置力度會更大 他那處置壞賬呢 有一些的使銀行呢 預先具體損失 把這個做好了準備金 也就是說知道這筆錢肯定收不回來了 他就直接是把它抵消 那種方式呢 找一些資產管理公司合作 讓一些投資者去投資 但是總體上來說呢 對整個經濟呢 肯定是不好的 尤其呢 最近幾年呢 中共高層呢 說要牢牢守住 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現在看來呢 這個底線呢 已經這樣被處境了 何君橋分析說 中共的銀行壞賬年年增長 年年拼命地處置 如果在其他國家 銀行這麼高的壞賬早就倒閉了 郭樹清說 今年上半年 中國又新增人民幣貸款12萬億 何君橋估計中共放出的貸款還不止是12萬億 因為2008年時官方稱放出8萬億刺激經濟 業界研究發現實際20萬億還不止 中共經濟長期脫時向虛 往年的貸款絕大部分跑進了樓市 經濟學家稱由此產生的資產泡沫已超過2008年 美國樓市的泡沫 根據高盛數據 2019年中國住宅和開發商庫存總額達到52兆美元 《華爾街日報》稱 中國面臨史詩級樓市泡沫難題 何君橋認為 在目前國內、國外複雜的形勢下 中共仍然企圖通過處理壞賬和印鈔的辦法 來推遲銀行倒閉 不一定行得通 今年以來 美國和西方社會消滅中共的局勢正在形成 8月12號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捷克發表演講時表示 中共政權的核心始終自私自利 對自由社會心存敵意 比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更甚 自由世界有信心戰勝威脅當今文明世界的最大邪惡勢力 中國共產黨 目前 美國正在對中共發起一連串的反擊行動 中共正在擔憂美中金融脫鉤 何君橋認為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 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一有突發事件 就會導致中共用貸款延期 處置銀行壞賬 不斷印鈔等手段推延的金融風險血崩 會主導人員 給您可以隨機 處理下方 一齣的假母忠樂部 導遊 嗎 請下方